今天中共建政70周年 北京当局大规模的庆祝 从早上的10点钟开始 就这样子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近年来规模最大的阅兵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更是身兼中央军委主席 来进行整个阅兵的巡游 那么他出了哪些呢 带您来看 他就说坚持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方针 保持港澳的繁荣稳定 海峡两岸要和平发展 然后他强调了完全统一 他说要为祖国完全统一 来继续奋斗 那么这么大规模的一个阅兵 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就是这些士兵们 也喊口号 喊得非常的整齐 说听党指挥 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等等 好那当然了 他们又提到了一国两制 咱们的陆委会强调说 台湾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而这个时候呢 美中贸易战之际 美国总统川普呢 他也发了个推特呢 他谴责中国不该搞砸 美中贸易协会 然后他也祝人家生日快乐了 我们来看他怎么说 他说北京意图超越我们 来成为军事经济大国 但其实我们美国正在获胜 而且我们最终是会赢的 那就强调呢 中国不应该搞砸协议的 但最后呢 还是要补这么一句 说祝中国生日快乐 上万民官兵昂首踢阵部通过北京天安门 中共建政七十周年十一国庆阅兵盛大登场 1.5万人排成59个方阵队形 更首次安排女将军授阅 直升机挂五星旗 排成大大的七十字样 一把六十多架战机组成空中梯队 分裂式阅兵 大秀军事肌肉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坐上专属坐车 一一检阅入海空军队 仪式中简短演说 不忘提到港台 我们要坚持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 保持香港 澳门 长期繁荣稳定 推动海峡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 七十翔礼炮揭开阅兵大典 前国家主席江泽民 被两人搀扶出场 胡锦涛也亮相 与习近平一同站在天安门主席台 镜头一度带到天安门广场上的孙中山巨幅肖像 而香港首富李嘉诚 虽然受邀参加 但李嘉诚却以私人理由婉拒 这场阅兵历时约八十分钟 美国总统川普发出一连串推文 怒呛中共破坏美中贸易协议 更表示在川普的带领下 美国终将赢得最后胜利 酸言酸语祝贺中共十一国庆生日快乐 记者刘家轩报道 除了有大规模的阅兵之外 还有很多的花车游行 那这花车游行呢 就是中国各省都有大家轮流进场 那以中国的概念来说呢 当然香港啊台湾都是他们的一部分 所以当然有香港跟台湾的 那轮到香港的时候呢 直播就出现了特首林郑月娥 向台下微笑的画面 那么最后呢最后出现的就是咱们台湾咯 是什么呢 是电音三太子 大家来看一下电子花这个花车的这个现场 您可以看到这个是上头有电音三太子 这是台湾的花车 可是上头其实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台湾代表在那边啊 但还是呢有这样的一个台湾彩车 然后大荧幕呢就放送着和平统一的统传字幕 中共见证70周年的这一天 大规模举行庆祝晚宴 根据中国官媒表示 这次阅兵是近来举办最豪大的一场 总共有一万五千名解放军参加 但画面中竟然也闪过一辆统战意味浓厚的花车 称是来自宝岛台湾 最后一辆是宝岛台湾彩车 近年转播从早到晚没有停过 磅礴的气势就怕全世界不知道这天是中国国庆 只是转播亮点还不只是烟火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 嘉奖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阅兵全体人员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10月1号这一天 打击赶到现场 对出满面的笑容坐在天安门广场 但似乎与一旁的澳门特首贺一城互动缺缺 座位也相隔了一大街 10月1号这晚北京的天空不断响起轰隆巨响 有十万多人参加这场中国官方举办的红色庆典 我们不会忘记是多少英雄的中华儿女 用鲜血将它染破 国众星组报道 明天明天 明天明天